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所结束国傲论坛行程后,于12日在三亚教越海军建军迄今最大跃见是 图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网页www.mov.gov.cn中央社记者林克伦台北 特稿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结束国傲论坛行程后,于12日在三亚教越海军建军迄今最大跃见是 先重申和平发展,后凸显军力发展,目的是强调,解放军侵略南海将由昔日被动为全转为主动 理解这场海上越建事,需先从校越解放军各军种看 去年7月30日,解放军建军90周年前夕,习近平在内蒙古诸日和合同战术训练基地检阅沙场大阅兵 参演部队主要是陆军与空军,海军派出歼15舰载机接受教越 今年1月3日河北保定陆军训练场举行的全军2018年开训动员大会 现场部队以陆军为主,海军、空军与火箭军等择采施训连线方式呈现 一级,海军因水面特性一直无法军容壮盛地接受现场教越 公共海军司令员沈金龙2017年1月上任,习近平去年10月的19大连任总书记与军委主席 今年3月两会续任国家主席 对海军来说,有宣示效忠于对大陆内部宣传新时代海军壮盛军容的必要性 事实上,2014年的海军舰军65周年曾拟半月舰式,由习近平首度钦效,后应故临时取消 现时隔4年,中共海军各式舰艇如下角子搬下水成军 首艘航舰辽宁号自2012年9月服役也将近6年举行海上越舰式,顺理成章 在时间点选择上,理应是4月23日的海军舰军69周年最恰当 原从事后看,6月9日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是今年中共四大主场外交之一 但八各成员国的外长与防场理事会议先敲定4月24日在北京召开,海军只能另选时间 此外,越舰式地点需有针对性,2009年海军舰军60周年国际越舰式在山东青岛外海举行 当时东海局势与中日关系尚未因钓鱼台出现摩擦,且有14国共21艘军舰共襄胜举 今年起,远紧张的中日关系出现和缓,国际争议焦点也已转向南海海域 从时间与地点的配合度看,11日闭幕的博鳌亚州论坛,距离三亚的亚龙湾海军 基地很近,也符合中共领导人赴外省市开会后,会顺道安排地方调研的惯例 当然,选闭幕后举行越舰式,是不让论坛一史上最大规模海上阅兵而失交 12日上午在三亚外海举行的这场越舰式,背后有习近平本人,海军本身与对内宣传等需要,受效编对责 反映出北京想对外传递的政治与军事讯息,主要是中国在南海的海上维权,以由昔日被动转为主动 中共海军首艘军舰是国民政府接收自日本,当年全冲教育训练用的海防炮舰,并命名为长沙号,直至1975年才退役 第二代长沙舰是051行旅大集巡防舰,已于2008年除役 习近平当天搭乘的教越舰是052D型驱逐舰长沙号,属第三代,象征著新时代中国海军的新老船程 在越舰规模上,共出动48艘个类型军舰与潜舰,海空军各式战机76架,共1万多名官兵参加 海上作战编组包括,战略打击,水下攻击,远海作战,航舰打击,两栖登陆,近海防御,综合保障等7个作战群 至于空中编队部分,寿越战机组成舰载直升机,反潜巡逻作战,预警指挥 远海作战,对海突击,远距支援掩护,制空作战等共10个空中梯队 此外,习近平还查看辽宁号航舰的4架歼15舰载机起降情况 军舰在海上作战必须先掌握制空权 就所教越机舰的战术意义看,解放军已具备空军与海军航空兵在近海防御作战的协同能力,且受效的 预警机,加油机等各式战机,均可在西沙永兴岛以及南沙个人工岛礁的3000公尺跑道起降 一级,面对美国军舰在南海的清门踏户,日本,澳洲,英国乃至法国等意图介入南海议题 北京透过此越舰式对外传达出,中国已具备近海防御的海空一体作战投射能力,必定将西日南海海上维权的被动局面扭转为主动 编辑,林克伦1070429